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次的视频是继续介绍 70岁但有35岁的健康和外表的 曼城灰教授养生长寿秘诀的下半部 总共10个养生秘诀 讲了5个 现在讲下面的5个 他说如果你喝醉一次白酒 就等于得了一次的急性肝炎 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六种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是吸烟 第二就是过量喝酒 他说如果你喝少少也有好处 或者白酒一两一日 葡萄酒特别是红的葡萄酒 二两 啤酒可以半斤至一斤 过多就会伤害身体 伤肝脏、伤脑、伤心、伤各各的器官 他说喝醉一次白酒 等于得了一次的急性肝炎 大家记住喝酒不像伤肝的 他说为什么喝酒多的人 没有什么既性的呢 他的认知能力下降 他说因为是大脑细胞 大量死亡 一日一两白酒 就是安全的了 希望大家不要过量了 第二就是家庭不和睦 人就会有病了 有专家认为 人的疾病七成来自家庭 癌症五成来自家庭 你说重要吗 家庭当然重要了 所以教授说千万不要 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宅炒 但是又不可以不说话 变成死水家庭 那又不行 会不会逼死你 那他说怎样呢 最好就是大家相处融合 他说离婚的人 丧偶的人 他寿命是比较短的 这些是有科学的根据 孤独是比贫穷更加可怕 夫妻恩爱的就是长寿 夫妻健在的也会长寿 孤独容易出问题的 容易短寿 这个是普遍的规律 他说你怎样才可以家庭和睿呢 他说这是一个学问 一定有四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尊敬老人家 第二教育好你的子女 第三处理好婆式的关系 第四呢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夫妻恩爱 夫妻怎样才可以恩爱呢 要有八个原则 胡敬 胡敬 胡信 胡帮 胡慧 胡勉 胡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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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人都有个性 都有毛病的 但要时时提醒自己 算了 让一下她 只要她开心就可以了 所以她再说 我们对自己的伴侣千万要记住 不是年轻的时候爱她 老的时候更加要爱 不止健康的时候要爱 有病更加要爱 不止爱她的优点 更加要爱她的缺点 第八点呢 教授一句话很特别的 是用你的脑来吃饭 去补健康 什么意思呢 每日的健康生活 要做到七个方面 第一 吃好三餐饭 第二 睡足八小时的时间睡眠 第三 每日坚持运动半小时 第四 每日要笑三十分钟 你的身心就健康了 第五是很特别的 一定不可以有便秘 一定要排便的 第六 和你的爱人有很好的关系 每日和她说几句开心 让她听得舒服的说话 你关系不好 你什么都做不成的 第七 当然是不吸烟不喝酒 每天齐步走 这句很重要 一定运动齐步走 她说健康要从每一日开始 每日健康 你一生都会健康 一定要记住她那几句说话 她说 能吃能喝不健康 会吃会喝才健康 然后她说 胡吃胡喝要遭殃 她说 用肚来吃饭 就是要求温饱 用嘴吃饭就是求享受 如果你用脑吃饭 你就能保健康了 要做到什么呢 皇帝一样的早餐 大臣的中餐 乞衣的晚餐 第九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食品 就是红薯 她说要大家记住原则 你吃植物性的东西 一定要有七至八成 动物性的 两三成就够了 但现时刚刚相反 所以很多病就来了 肥胖又来了 糖尿病又来了 痛风又来了 很多不喜欢吃蔬菜 不喜欢吃水果 特别小孩子不吃的 很多人没有吃这些的习惯 但记住 一天要吃两个至四个的水果 三种至五种的蔬菜 这样才能够抗癌 保护心臟的 这是二十一世纪 营养的新战略 她说 红薯、地瓜 是世界上最好的食品 日本曾经是癌症最多国家 她希望把癌症减少 就想了很多方法 都无效 最后慢慢慢慢把所有的蔬菜 做了筛选之后 选出二十种抗癌的蔬菜 而红薯就是最第一的一维 她可以抗癌 保护心臟 軟化血管 通便 都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的点 她竟然提到 晚饭不吃能治百病 用饿去治百病 她提过 过去我们汉族人 是不吃晚饭的 不吃晚饭 她说 不会把你饿死 但是晚饭吃得多 你就会参死饱死 这些是基本的养生常识 她特别是小孩子 如果晚饭吃得饱 你很容易发烧 年轻人晚饭吃得饱 很容易有噩梦 而损伤大脑 如果老年人吃得过饱 容易发生猝死 她说 根据英国自然集资 发表的报告 如果限制哺乳动物的 糧食涉入量 是可以降低脂肪 在体内不断的对积 是能够有效延长生命的周期 她说 用饿去治百病 不是叫你不吃饭 是在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和维生素的情况之下 限制人的糧食涉入 这样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为什么她这么说呢 她说 因为人在饥饿状态之下 才令你身体里的吞噬细胞 保持饥饿状态 只要这些细胞保持饥饿状态 才能够清理身体里的垃圾 因此不止一个人 健康时需要保持饥饿状态 一个病人也需要保持饥饿状态 他们提议是过午不食 过午即是11点至1点钟 这个就是过午的时间 过了1点就不吃东西 你会肚饿的 可以饮流汁 这些营养的饮品 但是不吃这个固体的 所以很多外出人都是过午不食 他一样是很健康 这个万教授就有这样的解释了 所以各位朋友 希望你也尝试一下这几点 帮得到你的 70岁 只不过30岁里面的身形 和健康体质 想不想呢 想就不妨试试啦 我来说 好 好 好